哎呀,今年要留学的孩子们 在下两个月肯定就要过来了 然后一些家长肯定也担心 这些孩子们是不是吃不着中餐啊 是不是在国外吃到那个中餐也不地道啊 今天吧,我就带大家去 在佛罗伦萨寻找一下中国味道 我带你们看看我平时下馆子 吃的那些中餐是什么样的 在佛罗伦萨其实最多的这个餐馆呢 还是川菜馆 就像我们不太能吃辣的呢 就只能点点不辣的这种菜 但是辣的菜呢,确实也是好吃啊 有几家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重庆印象啊,巴师傅啊 还都挺好吃的 虽然说在小红书上 他们的这个评价就是 有的很喜欢,有的很不喜欢 但是我们佛村人自己也常吃的 再就是呢,我很喜欢吃东北菜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画面里的是冷面 其实在我这呢,就是冷面 还有这个所有的这个朝鲜料理 都是我们东北菜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东北人跟朝鲜族 就是同胞都住在一起嘛 所以就是饮食都相互影响的 然后我们也能吃到烧烤 其实最好吃的烧烤我告诉你们 是在那个布拉托 有个叫兄弟烧烤的 就是我们那个东北的烧烤 哇,巨好吃 其实啊,我觉得比较保险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学会做中餐 或者你来了之后,你上油管 或者上B站 任何一个视频平台 有好多人叫你做菜 你就学吧 你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人 就是你基本上留完学之后哈 就可以掌握中国各地的这个美食了 什么面食啊 什么各种炒菜啊 什么那个汤啊什么的 你基本上都会做了 因为做饭比学习还是更有趣一些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上别人家蹭饭 好吧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我是戴琳 我们下个视频很快再见啦 我去蹭饭咯